澳洲人熱愛出國旅遊玩樂,去年有1100萬出境人次 澳洲廣播公司文章說,隨著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身在他鄉的澳洲人 因邊境關閉,航空交通癱瘓,回家的道路非常崎嶇 在南美秘魯有700名澳洲人迫切回家,他們尋求政府援助但不得要領 批評政府資助的澳洲航空不起飛,質疑究竟要付多少錢才可以回家 被路首都尼馬的澳洲大使館更關閉,旅客求助無門 有澳洲人在政府發出旅遊建議後仍然登上郵輪 當中不少是本身有健康問題的長者,早前爆出疫情的挪威寶石號 最終獲准在夏威夷坦香山教案,郵輪上的澳洲人獲准乘錯包機回國 不過目前有2500名澳洲人身處不同的郵輪 這個只是當中20艘郵輪的其中一艘 面對大批國民仍然身處海外,澳洲政府顯得無能為力 外交部長佩恩明言,在這樣的危機中難以幫助每一名國民 文章說,有國際研究所在幾年前曾經作出警告 澳洲外遊旅客急升造成惡性循環 原因是國民對政府援助的期望提高 而政府向預視國民提供額外協助的政治壓力就越大 雖然政府當日最終釐清政策解決困局 但面對今次疫情,惡性循環又再次浮現 二十國集團就新冠肺炎疫情召開了特別的網絡視像峰會 受疫情影響,各主要國家封城鎖國 全球供應鏈幾近斷裂 聯合左報評論指出 世界正是徘徊在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 作為全球具影響力的G20責無旁貸 必須勇敢地肩負起應有的道義 確保世界合作的大勢不會因為疫情的衝擊而逆轉 評論引述受邀語會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 希望各國能夠在公共衛生、經濟和科學研究三方面展開合作 他指出,疫情的最大挑戰在於各國會想要設置更多防護 以應對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風險 也會強化國家能力來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 因此一種更不通融、更實際的國際主義可能應運而生 呼籲各國抑制重視自身利益 以及完全放棄全球化的衝動 因為關閉自首只會讓世界變得更糟